1984年的5月 一个年纪25岁的北京人 为了圆自己的出国梦 卖了古楼大街 一座四合院的房子 出了30万背井离乡 来到意大利去淘金 风餐露宿 大鱼送外卖夜半学外鱼 在贫民区被抢过7次 经常被人欺负 还挨过3次打 30多年如一日 兢兢业业勤俭节约 如今已是两病苍苍 36年了 终于攒下了800多万的积蓄 打算回国养老 可是一回到北京 他发现当年卖的四合院 中介挂牌8000多万 刹那间他彻底的崩溃了 原来自己30多年的奴隶 一切都又回到了原点 眼界一属 值得所有正值青春年少 或者正在奴隶奋斗的人 去读一读书中说 选择比奴隶更重要 很多人的一生 多半都是在瞎忙 如果你没有在年轻的时候 提升自己的眼界和格局 那么即使你再奴隶 也很难获得自己想要的人生 任何时候 眼界和格局的高低 决定了你对事物认知的深浅 眼界决定境界 格局决定结局 你 导演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